民书记这卷书经常被忽视 部分原因是光看书名就觉得不会好看 那太可惜了 在西部来语里这卷书名叫Babit Bar 意思是在旷野里 它是以色列人的旅行日记 记载了他们穿过旷野前往应许之地的故事 这段回乡之路原本只需要步行两周 但他们却用了四十年才走完 真是太夸张了 四十年差不多是整个人生的一半 是啊 这是一段漫长的露营旅行 途中发生了许多歧视 现在一起来了解一下民书记的结构 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书卷的内容 没错 这卷书分为五个部分 书中出现了三个不同场景的旷野 之间穿插了两段旅程 书卷第一部分从西奈山的旷野开始 也就是这里 第二部分是以色列人启程前往巴兰地区 在巴兰的旷野里发生过许多事 这是第三部分 接下来在第四部分 以色列人开始向摩押地前行 最后一部分占据的篇幅比较多 这部分的故事发生在摩押旷野 那里从应许之地只隔着一条约旦河 每个部分都像一部扣人心弦的电影 开始时一切都很美好 在过程中却每况愈下 但到最后都会以神奇妙的恩典和拯救作为结束 先从第一部分开始看 以色列人正在西奈山的旷野里 我们对西奈山已经不再陌生了 是的 也许你还记得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就是在这儿与神立约 领受十诫 建立会墓 他们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年 在启程离开西奈山之前 他们进行了一项人口普查 是的 神给了他们安营的具体指示 神的会墓位于中心 立位之派和祭司们的帐幕围绕在四周 其他之派围绕着他们 这种排列秩序从视觉上表明 神的圣洁居住在他的百姓中间 神告诉他们 云柱一动时 他们就拔影起行 走在最前面的是 抬着约柜的立位之派 接着是犹大之派 其他之派依次排列在后面 这个顺序象征着 神是他们的带领者 引导他们穿越旷野 我们满怀热情地 进入书卷的第二部分 以色列人正离开西奈山 向巴兰旷野前进 神与以色列人同在 他们秩序井然 士气高涨 可惜 这只是表面现象 刚走了三天 以色列百姓就开始抱怨 没有食物和水 甚至连摩西的哥哥姐姐 都开始在百姓面前 说他的坏话 虽然开局不利 我们还是来到了 书卷的第三部分 巴兰旷野 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 去查探应许之地的情况 两个探子回来 表示情况很乐观 另外十个探子 带来的信息 却让人心惊胆战 他们对神不信任 说 我们肯定会被当地人消灭 于是 以色列百姓开始造反 打算重新选立一个领袖 带他们回埃及 简单地说 以色列人拒绝进入应许之地 神也认评了他们的选择 他说 这一代人将漂泊四十年 死在旷野 只有他们的儿女 才能进入应许之地 圣经中不同的作者 都多次提过这个故事 他常常提醒我们 神是信实的 他将尊重他们的选择 如果人们选择背逆 神将容许他们 荒废自己的一生 是的 所以说这场旅行 到目前为止是一场灾难 书卷第四部分 讲的是 以色列人去往摩押的路上 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甚至连摩西 都有悖逆神的时刻 也因此失去了 进入应许之地的资格 在百姓当中 又出现了一次悖逆 结果招来蛇的攻击 百姓一次又一次地 悖逆抱怨神 神却从来没停止过 他的供应 他一次又一次地 饶恕他们 攻击他们食物和水源 还有一种奇怪的东西 名叫玛拿 玛拿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虽然神始终有供应 以色列人还是抱怨不停 他们宁愿做奴隶 死在埃及 如果我是神 我肯定放弃这群人了 正因如此 这卷书的结尾 才会令人惊讶 以色列人总算到达了摩押地 摩押王见他们人数众多 来势凶猛 非常害怕 于是他找来一个外邦术士 名叫巴兰 去诅咒以色列人 这家伙是来真的 可不是吗 阿兰说 我要向这位 希伯来人的神祷告 看看结果如何 结果 他三次企图诅咒以色列 可每次开口 却只能说出 祝福的话来 更令人惊讶的是 在最后一次祝福里 他预言 以色列将兴起一位 得胜的君王 神曾应许亚伯拉罕 要通过他的家族 来赐福万国 而这位君王 将以某种方式 实现这个应许 仔细看会发现 当以色列人在营地里 谋划造反的时候 全然不知道 在山上 神一直在看护 和赐福他们 这件书在摩押地结束 以色列人正准备 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像书卷开头那样 再次清点人数 出埃及时的第一代人 都留下来了 包括摩西 但是 在他们离开之前 摩西留下了 最后一些劝诫和真言 这些话 就是下一卷书 《生命记》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